你觉得欠债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放在十年前小编我肯定会斩钉截铁地说, 欠债当然不是好事了, 带着一个欠字听起来就不吉利。 可是随着年龄增长, 工作之后却发现事实好像不完全是这样。 我们见了太多房姐房哥们通过借贷, 玩赚现金流, 坐拥十几二十几套房产的新闻。 而那些勤勤恳恳想靠攒钱买房的老实人, 还在苦逼的租房子,帮房东还房贷。 在企业中,我们也见过太多信用支付, 延期付款等情况, 要不然怎么会有一个财务的岗位就叫 应收会计,account receivable呢? 那么欠债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 欢迎大家回到堆金机遇, 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负债这个话题。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订阅哦。 其实债本身是中性的, 债务用得好可以帮助财富快速增长, 用得不好就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所以说,谈债务管理之前, 最重要的是要先分清好债和坏债。 在《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讲过, 好债能给你不断带来现金流的增加, 坏债则是会不断从你口袋里向外掏钱。 我们说富人已经靠欠债发财了, 那么好债有哪些呢? 靠欠债生财最广为人知的例子, 就要数全球房东们的发家史了。 在今天, 全款买房基本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没钱。 可是对于富豪房东来说, 以他们的身家, 全款买房并不是没有可能。 那为什么富人还要欠债呢? 富人贷款买房的真正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银行的钱不用白不用。 贷款买房不单能用别人的钱, 获得自己想要的房产, 还能通过贷款的方式合法降低应付的税金。 你和富人差在哪里? 请看对比流程。 普通人买房首先攒购首付, 接下来支付首付, 获得银行贷款, 签订购房合同, 从此就开始了为期半辈子的银行还款之路。 基本上每个月至少也是一千多枚刀, 有去无回的大出血。 而富人房东们呢? 他们首先通过名下其他资产带来的被动收入投资进去, 作为首付。 接下来是一样的, 那就是获得银行贷款, 签订购房合同, 随后他们会继续使用名下其他资产的被动收入, 或商业贷款进行房屋装修或改造, 然后对已经升值了的房产选择性的进行或不进行银行二次贷款, 之后才到了选择优质租户出租房屋这一步。 做到这里就可以每月收租, 然后用租金来支付房屋维修, 房贷和其他杂费, 再剩下的钱就是妥妥的税后收入了。 不过如果你是新手房东, 就一定要注意了, 投资房地产并不是一件闭眼就能赚钱的事情, 就像我们创业, 买股票需要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 房产投资也是有着很多门道的。 很多人由于认识不全, 错选了自以为是赚钱的, 而其实是亏钱的房产, 作为投资用房, 买错了有可能会出现以下问题, 出租难, 租客不靠谱, 涨租难, 维护管理费过高, 资产增值潜力低等等等等。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那找个专业的房产中介不就行了? 可就算你不差钱, 雇佣了专业的中介帮你进行房产管理, 自己多了解一些相关知识, 不光能让你在整个投资过程中都能胸有成竹, 还能提高你选到一个靠谱中介的几率啊。 想要了解如何通过房产投资实现财务自由的朋友, 可以点击查看我们这几期节目,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了。 那么房东贷款买房是好债, 我们普通人贷款买房一定就是坏债吗? 其实答案是不一定。 首先我们用于自住的房屋贷款当然不能带来现金流, 还要承担房屋的保养成本, 一定程度上确实是让我们陷入了负债的泥潭。 但是我们判断个人房贷好坏, 还要看的是每月贷款和同类房屋的市场租金比率。 如果你做好功课, 仅是买房, 房贷都是会低于市场租金的, 这也是为什么房东可以通过出租而赚到房贷差价的一个原因。 另外, 房子市场价格的变化会带来家庭资产的升降, 所以考察自住房屋贷款是好是坏, 要从每月还贷金额以及房价变化两个方面考虑, 个人房贷用得得当, 那么就有可能成为个人重要的财务杠杆, 实现财富进阶。 第二个好债的绝佳范例就是健康的商业贷款, 依靠贷款扩大现有生意规模或实现产业升级。 举个例子吧, 丽娜在市郊开了一家餐厅, 餐厅装潢有品味, 菜品精美, 服务贴心, 奈何地理位置稍差, 客流量欠佳, 员工招聘也不太容易, 店里人手总是紧张, 时常需要丽娜亲自上阵去后厨打点或是招呼客人, 每天忙得团团转。 后来她通过之前几年经营攒下的钱和一笔银行贷款, 接手了一处屋于市中心步行街的旺铺, 从此餐厅翻台率大大提高, 收入跟着蹭蹭蹭地上涨, 因为市中心交通便利, 也非常容易雇佣到训练有素的厨师和服务生。 丽娜从此不用过多操心店里, 因而有了更多的精力去挑选优质的供应商, 开发新菜品和扩大餐厅的宣传。 一家原本平平无奇的中档餐厅很快就变成了当地口口相传的网红餐厅, 后期连宣传的费用都节约了。 当然, 如果借贷投入生意但是没有起色, 要考虑及时止损, 思考企业经营的问题出在哪里, 而不是指望无休止的投入时间和金钱 就能让生意好转, 不然好债也是会变成坏债的。 还有一种好债是非常有争议的一种, 那就是借某类借款利率较低的现金债务, 投资进回报率较高的理财产品。 这种好债也是通过利率之间的差异, 玩的还是赚差价的游戏。 这种好债的争议性就在于, 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越是回报率高的投资, 风险也就越高。 一旦投资失败, 当事人还是要连本代息的偿还贷款, 常见例子就是借钱炒股, 甚至有些人挪用公款炒股。 前者是我们不建议的, 后者是违法行为, 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去做的。 说完了好债, 那么坏债有哪些呢? 坏债说白了就是那种不断让你填坑, 让生活越来越吃力的欠债。 简而言之, 一切用于消费的债务都是坏债, 而越是不必要的消费, 它的坏债程度越高。 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坏债, 就是信用卡卡贷了, 信用卡产生的消费贷, 除了一时使用价值, 这些消费很难帮助你生钱。 特别是一旦你没能按时还款, 或每次只能偿还最低额度, 利用信用卡分期, 贷款甚至是提取现金的话, 你就会发现利息高的惊人。 不仅如此, 还会严重拉低你的信用分, 增加以后申请贷款的难度。 不过信用卡卡贷也不是绝对的坏债, 我们都知道信用卡预知的是你未来的现金流。 如果免息期内及时偿还就不算坏债, 而是一个优质的现金管理工具, 有很多高财商的持卡人, 能够巧妙利用信用卡的还款时间差, 周转资金流水。 如果大家对完赚信用卡, 成为信用卡之神感兴趣的话, 赶紧转发点赞我们的视频吧。 点赞过5000, 我们就会考虑专门出一期节目哦。 另外一个十分恼人的坏债是车贷, 车子在购买时便开始贬值, 养车费用是硬性支出, 没法节省。 贷款买车不仅增加负债, 而且扩大日常开销, 当然我们不可能因噎费时, 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 车早已经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 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一点, 就是选购在自己偿怀能力范围内的车型, 物尽其用就不算浪费, 切勿为了攀比, 购买价值远高于功能性的豪车, 跑车。 当然, 小编在机场偶遇过一个 做私人用车业务的司机, 他贷款购买了不错的豪车, 白天拉风地去上班, 下班后使用自己的豪车 做起了高端客户的接送业务, 带来了不错的现金收入, 就这样把坏债变成了好债。 在如今的社会, 没有债会让原始积累的过程变得漫长, 好债是杠杆, 翘起更大的财富。 所以, 既然与债相处无法避免, 我们能做的就是正确区分好债和坏债, 让债为己用, 确保自己的债务状况处在良性循环之中。 毕竟, 债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决定一个人债务好坏的是财商, 是你对金钱的认知和你对消费的态度。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 如果我们的节目给予了你启发, 别忘了点赞关注。 这里是对金机遇, 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有任何的建议和想法,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给我们。 对金机遇, 期待和您一同成长。 接着我们的关注会计划, 我们更是在作用。 感谢观看